來到澎湖大家一定一定要來看的地方 目前它也被列為是有潛力成為世界遺產的喔 來到這邊還有一樣不可不吃的東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圖傑 現在帶大家來到的是台灣澎湖的通糧古榮這個地方 這邊最出名的就是大家看到了 從左右以及上面鋪天蓋地 由天然的榮樹所變成的一個天然的屏障 算是一個很自然的景觀 這棵古榮樹呢 據說已經有300年左右的歷史 到底是怎麼樣子栽種下來的總共有兩個傳說 現在呢 即使由這一邊官方的喔 他們去確認這件事情 都還沒有辦法給出一個很完整的結論 第一件呢 它是說以前曾經他們有一個通商商船 在附近的海域遇到的船難 所以最後它竟然什麼東西都翻覆了 只留下來一根樹苗 被通糧村這邊的村民撿到了之後呢 就把這個樹苗栽種在這一邊 就這樣子搭搭搭搭搭搭搭 長成了這一個300年的古榮樹 第二個呢 也就是這邊 這方面 直直的通過這個通道之後呢 會看到底的就是保安宮 那其實台灣呢 從以前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習慣 當建立了一個宮廟之後呢 旁邊就會栽種一個榮樹 讓他們在旁邊有一個可以自然棄樑的一個地方 但如果真正以這樣子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在保安宮建立之後 大約就只有200年左右的歷史了 所以究竟這個古榮樹 300年還是200年的歲數呢 這件事情其實連官方數據 現在都沒有辦法清楚的告訴大家 那其實我很想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 先繞個圈 就會發現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茂盛了 我一看到它的時候會想說 哇塞 有這麼多根這樣這麼粗的 應該是很多樹長在一起吧 那這邊實際的告訴大家 這邊到底總共有幾棵榮樹呢 答案是 只有一株而已 一株而已 這一株榮樹呢 總共現在長出了95個氣根 所以就看到現在把整個整個包覆起來之後呢 夏天在這邊他們就借了很多像這樣子的桌子啊 椅子啊 石桌 讓大家可以在這邊休息氣涼 那其實來到這邊呢 還有一樣不可不吃的東西 在旁邊就可以吃得到囉 噔噔 這是這個 在澎湖這邊呢 非常出名的仙人掌冰 那算是在這一邊呢 他們自己村民所研發的 所以很多觀光客來到這邊呢 都會吃吃看這個 用仙人掌原汁所染成的 特殊顏色的仙人掌冰囉 在榮樹下面乘個糧 吃個冰 休息一下 好的 第二個呢 要介紹澎湖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 大果葉柱狀玄武岩 這個非常特殊的地質景觀 其實呢 是來到澎湖 大家一定一定要來看的地方喔 這個地方呢 總共造成的葉柱狀玄武岩呢 長高呢有八公尺 長呢總共是一百公尺左右 非常特別的是呢 它當初這個玄武岩的岩漿 因為非常的熱 所以當它從地底下爆出來的時候 遇到非常冷烈的海水 它就哎呦好冷喔 所以它就開始向內收縮 因為它這個張立的緣故呢 形成了五角或者是六角的裂縫形狀的一個岩漿 那它形成那個柱狀呢 每一節有看到嗎 一節一節 大概呢每一個節是五十公分左右 非常特殊的就這樣子堆疊成為這樣子的景觀 那其實一開始的話 它並不是裸露在外面的 到底澎湖是怎麼發現 這樣子的葉柱狀玄古岩的景觀呢 是當初他們打算要開發這個地方 也就是連結馬宮跟西域之間的交通港口 當他們準備要開採開發的時候 才發現哇 竟然有一個這麼這麼特別的一個景觀景致 他們就立刻決定不要繼續破壞它 那目前呢它也被列為 是由潛力成為世界遺產的喔 所以呢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來到澎湖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景致喔 如果你非常幸運的 剛好又遇到了有一灘湖水的話呢 就可以有非常非常漂亮的導引 也就是大家網路上面看到的這些 啾啾的美景美照啦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推薦的兩個地方給你的話呢 記得要訂閱圖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呢都可以看到更生活化的我 圖傑一起明錄旅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掰掰